贪欲 贪欲盖是渴望获得东西 禅修时 此盖已想拥有食物或物品的贪念 会以性欲的形式出现 这些念头会浪费许多禅修时间 寝淫于此会演变成难以破除的习惯 这个贪欲陷阱和猴子被寄幼捕获并无不同 设陷阱者在椰子顶端削出一个小洞 把椰浆倒光 切下一些椰肉留在壳底 然后把壳紧紧绑在树上 猴子把手伸进小洞抓取松散的椰肉 试着把椰肉掏出来 但拳头无法伸出小洞 当射陷阱者回来时 贪心的猴子紧握着椰肉不放 因此无法抽回手 当他在挣扎时 射陷阱者轻易地抓住他 猴子的行为确实可悲 殊不知 其实我们都被贪欲所捕获 称灰 称灰盖包括憎恨、愤怒与厌恶 来自于我们渴望避开不喜欢的事物 称灰被比喻为废水 当水正沸腾时 很难接触它而不被烫伤 也看不到锅底 换言之 称灰对你的烧灼 更甚于对别人的伤害 当你弄火棕烧时 永远无法发现真正的原因 或对敌意追根究底 称灰也扭曲我们的感知 并使喜悦变质 就如疾病使得美食索然无味 让我们无法好好享用它一样 同样的 当心充满称恨时 我们无法欣赏旁人美好的特质 昏眠 禅修期间 经常发生人们对抗贪欲 然后对抗称灰 一旦他们都被摆平 会有片刻的安宁 但接着心就会昏昏欲睡 昏沉与睡眠都来自无明节 昏沉是心的迟缓 而睡眠是身体倦怠 但感到懒散或想睡时 不可能专注或完成任何工作 也不可能休息正念或禅定 昏眠的障碍可被比喻为坐牢 当你被监禁时 不知牢房外正在发生什么事 同样的 当允许心陷入昏沉或身体陷入睡眠时 你不知道周遭或心里 正在发生什么事 调毁 后悔造成调剧 因此两者并行 他们都无法导致清楚思维 清楚了解 与清楚觉知 这个障碍被比喻为奴役 奴隶为了取悦严厉的主人 而非常辛苦的工作 总是处于害怕被惩罚的后悔 与紧张之中 奴隶越紧张与调局 就变得越容易后悔 永远无法享有安稳之心 移 移概是困惑 不知正确方向或该转向何方 它是激起思想的火花 而不能观察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移就像前往沙漠 却无地图或指南针 当你穿越沙漠时 很容易感到迷惑 因很难辨识地标 别人所给的方向可能正确 也可能错误 因此 对于佛陀教法起疑时 你会感到困惑 很难决定该如何做 你坐在那里想 人们真的觉悟了吗 这个修行真的有帮助吗 我如此做对吗 别人似乎做得比较好 也许我应该改变做法 或尝试换个老师 或以全新的方式去探究某事 这些怀疑消耗你的能量 制造困惑 并使你无法看清任何事 四正勤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 如何处理五概与十节的心理杂草 并培养更好的心理状态 佛陀教导四个修心的步骤 你可以把正经济运用在 防止卫生的恶法 断除已生的恶法 休息卫生的善法 维持已生的善法 防止卫生的恶法 你的第一道防线 防止卫生的恶法与未然 如何做 通过维持无坚的正念 如此而已 正念需要修行 而修行需要精进 修行正念有五点 戒 念 会 安忍与精进 精进被运用在其他每一点上 你从善戒开始 那需要精进 如在先前道之的讨论中所见 以戒为安稳的基础 你讲精进运用在一切 以能记得练习的念之上 念的一个面向是记得 而这应随时保持活跃 一次次记得 反复讲心运用在当下 你成功警觉的时刻 将越聚越多 我曾听过一句话 永远不应浪费片刻之念 然后你运用内观 将见证的智慧引入经济 你停下来想 此事上次结果如何 感觉犯错的冲击 将让你发愤 在未来避开他们 当你对于实相的智慧加深时 反复提醒自己 新的优先选项 且不愿一刻 拾取念与会而空过 若失败 你便运用安忍 承受苦暴 然后耐心地再次努力 保持正念 发展稳定的正念 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 佛陀给弟子们 关于如何互心的一些告诫 他建议必须实行正知 并避免不正知 他解释 你应忠于当下经有五根 觉知为真实之事 那是你的领域 你真正的家 想会令你偏离安全之地 例如 禅修时听到一个声音 只要觉知声音即可 别猜测谁发出那声音 以及它是什么意思 工作当中察觉寒冷的苦受时 只要观察这个感受 别对于大楼的空调系统产生意见 如同在公共汽车站等车 观察你的思想都只是通过的现象 就如通过的汽车 别随便搭上它们 佛陀劝他的僧众 忍受现实生活的微小不适 别自动尝试修复它们 若你一直选择改变事物 以获得舒适 心将变得挑剔 不善法将更快升起 例如 你察觉禅房太温暖 别起身调整恒温器 或打开窗户 只要注意温暖的感觉即可 注意身体不实的改变 以及内心对它反应的改变 学习忍受小事 当然 有些人会把这个建议过度隐身 若发生紧急状况 已应警觉地处理它们 佛陀也鼓励避开愚蠢 与漫不经心的人 因我们很容易有样学样 亲近值得学习的有得知识 寻找行为正直 警觉 自知 与稳健的善知识 必要时亲近此人 并寻求他的建议 佛陀进一步建议弟子们 别注意任何外在刺激的 像与行 它们可能引发不善心锁 像即恒 吸引你眼睛的事物 让你想更仔细地观察某事 进而延伸不善法 行 寄你注意对象的某些特质 会进一步激起不善法 例如 已婚男人可能会被劝告 当遇到可能令他着迷的女性时 别去注意或留恋于 他的娇媚举止或迷人外表 同样的 已婚女人也可能会被规劝 当遇到俊男时 别去注意她是否带着婚戒 或允许自己 驻逐 失望她的笑容 佛事时 有个故事 可说明此点 有位比丘的独身戒 受到反复出现的性幻想 威胁 于是 他修习古想 已除去这些恼人的念头 有一天 他在森林步道上行禅 一位美女 也走在同一条路上 她刚与丈夫吵过架 正要前往娘家 当她看见比丘 并与她擦身而过时 她对她微笑 过了一会儿 女人的丈夫 沿着这条路来找妻子 当她看见比丘时 她问道 行者 请问你见过一位美丽的少妇 走过吗 我不知道 那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比丘回答 我只看见一具骷髅走过 这位比丘 禅修运用正经济 以防止欲念生气 保护心 远离不善法 若能维持正念不断 就没有任何事 能搅乱你 你不会生气或激动 无论任何人说什么 或做什么 都能忍耐 不善念或恶念 无法与正念同时生气 你可能会发现 只要未遇到讨厌的人或事 防止恶念很容易 当每件事都顺利进行时 很容易保持正念完整 甚至庆幸自己能维持安忍 并接受家人朋友与同事 对你自治与宽容的赞许 但当事情开始出错时 你的耐心与正念 就会开始溃散 佛陀讲过一个故事 说明这情况 可能多么容易发生 曾有一位贵妇 有个负责 且能干的女仆 女仆在这家人醒来之前 很早便起床 她整天干活 到很晚才休息 每晚只睡几个小时 她经常听到邻居们 高度赞许她的女主人 她们说 这个贵妇对女仆很仁慈 很有耐心 从未看过她发脾气 我们好奇 她如何成为这么好的一个人 女仆心想 这些人给我的女主人 很高的评价 她们不知我 为了保持这屋子整洁 多么辛苦的工作 我必须亲自测试这位女士 到底有多仁慈 多么耐心 第一天 女仆晚一点起床 当贵妇醒来时 她注意到女仆还在睡觉 她刺责她 你这个蠢女人 都睡到日上三竿了 立刻起床干活去 女仆起身 她并未睡着 只是在假装睡觉 起床后 她向女主人道歉 然后开始干活 第二天 女仆起得比前一天还晚 贵妇暴跳如雷 她言辞责骂女仆 并威胁 若再晚起 就会打她 第三天 女仆仍很晚起床 贵妇怒不可接 她拿起扫帚 打女仆 直到打得她 头破血流为止 女仆负伤 冲出屋外大叫 看吧朋友 我的女主人 因我今天晚一点起床 而责打我 昨晚 我一直干到半夜 头很痛 因此 今天才会晚点起床 那些过去 称赞贵妇有耐心 与慈悲的邻居们 很快的便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在一段漫长与放松的假期之后 或当你从闭关禅修返家时 你们也可能经历类似的崩溃 当离开时 你的愤怒 不耐烦 嫉妒与恐惧 都掩耳不现 你感到祥和与快乐 但一旦回到家 接到一个令人心烦的电话 或看见一张 忘了缴付的账单 或某人踩到你的脚趾 此时 你的愤怒 全部爆发开来 那一瞬间 祥和之心消失了 你因此质疑 我如何才能在每天的生活中 都维持这种快乐休假 或闭关禅修的感觉呢 这个答案是正念 必须切记 并非别人或某个困难的情况 造成你的问题 你受到自己的过去所制约 除了尝试维持不断觉知之外 学习认出内心习惯的特殊弱点 能帮助你防止不善的反应升起 例如 假设你在一个昂贵的店铺 选购手套 而店员非常无理 你从过去的经验得知 无理的店员将令你气愤 因此你小心翼翼地保持正念 排除任何称念 你如此思考 嗯 这个店员也是人 也许他没睡好 或他有经济困难 家庭问题 可能他对我的种族或国家的人 并无安全感 或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 这些都可能是他无法礼貌 得对顾客说话的原因 这些都可能是他无法礼貌地 对顾客说话的原因 这个技巧听起来容易 其实不然 我们的心尚未调伏 无法防止负面的思维形态 愤怒很容易 批评人也很容易 担心明天很容易 想要东西很容易 这些新的习惯 就如垃圾食物般 一旦你开始 吃第一袋薯条 就很难停止 防止恶念升起也很困难 一旦你上瘾 就很难摆脱 如佛陀所说 善人行善意 恶人行善难 恶人作恶意 善人作恶难 害己之事 极易行 利己之事 甚难做 然而 你应坚守这个认识 预防 一定比治疗更容易 以正经济 修习正念 防止恶念 与恶行 升起于未然 若训练自己 保持正念 则预防 深口意 有害的习惯 并非不可能 在认真努力 防止恶念 与恶行 他们 却依然升起时 你不应灰心丧气 那并不表示 你是个坏人 只意味着 你还有更多的功课 该做 你应感到高兴 因还有个好帮手 能来帮你 用来断除恶法的精进 断除已生的恶法 在完全觉悟之前 我们无法选择 什么思想会升起 因此 无需感到羞愧 或对出现的事 有厌恶的反应 然而 我们会对 选择什么思想 允许它增长 正面与善良的思想 有助于心 应被培养 负面与不善的思想 诸如骨盖 于时节 则伤害心 应以正经进 立即对质 并断除 这是佛陀的建议 并断除 并断除